以上这些都是大型厨具 其实厨房最不可轻辜的 反而是小地方 像是水槽经常湿湿的 很容易自身污垢 您有没有想过 这可能跟水龙头的设计有关 专门制造精品水龙头的圣泰公司 为厨房打造了Trummy系列 借由一体成型的结构设计 减少藏污纳垢的细缝 让厨房更干净利落 我们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水龙头在厨房 它是很比较容易弄脏 那该怎么让它在清洗上是比较方便 因为你用完之后 你整个厨房环境一定都会一片混乱 你必须把它整理过 那水龙头它也是一个 你要在整理上就必须 花费很多时间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说 在很多细节上 我们用了结构 很特殊的结构去 只为了让它整体的线条更简单 像比如说一般它是 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上面的管子 可以做旋转 但是这一支它是整支本体都在旋转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说它整支 连这边的盖子 它都是没有细缝的 那你整个就像一般的水龙头 它在细缝上卡脏污的那个几率是非常高 那我们把这个细缝去除掉之后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节省清洁剂的使用 这对环境来讲是比较环保的 对啊 然后在清洗上你也比较省时间 很多厨房水龙头都能转来转去 但是这一款得到台湾精品奖的插名系列 不但能转 还是从头到底全部转 生态公司在设计时 将特殊的旋转结构 藏入龙头本体内部 让整个龙头就是一个旋转件 经过特殊设计的旋转结构 使用者毫不费力就可以旋转随意使用 一般我们的厨房的洗礼槽 一般都是一个单一个洗礼槽 而且可能在国内看到是比较小型 那当然现在就是台湾国内也开始有一些 它重视在厨房的一个装潢 那它用到的可能是中导式的 就是对这中间独立一个洗 一个工作吧台 那它可能会有两个洗礼槽 或者是洗礼槽比较大 那我们的第一 我们的本体它是可以旋转 就是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说当你拿大型的锅子要放进去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撞到水龙头 那它可以先移动 再放进去槽子 再把水龙头出水口移回来 这是一个优点 那第二个优点就是说 当你有两个洗礼槽的时候 它是装在中间的 就是它可以左边右边的洗礼槽 都可以兼顾而到 但是当然就是说洗礼槽大的话 你还是有一些角落比较没有办法去顾及到 简洁的造型没有任何多余的线条 水龙头把手和出水口 有着椭圆形的外形和些微凸起的湖面 就像是精心雕琢的宝石一样 散发着沉浸优雅的气息 为整个厨房空间增添一份品味 设计师为不同的厨房空间设计出了两组开关 细心的在把手床面也做了区隔 它是可以这样子上下搬动 那这个把手它只有90度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控制冷水 一个控制热水 那这个它是可以混合 所以它在操作上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这个多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向的操纵 所以你必须让它长度稍微长一点 那因为力举的关系 你在搬动的时候就比较省力 对我们所有的把手就是为了让使用者 他在操作的时候可以觉得说 我不需要很费力的就可以去开启或者是关闭 以达到一个人影上的一个效果 为了让主妇便于清洗 Trumi系列多了一个喷枪设计 消费者可以选择多搭配一个喷枪 让水槽各角落都能洗得干干净净 我们下面的舌管的长度是有150公分的 对那当然说它连接的稍微会破掉一点长度 但是它能够涵盖范围还是很大 对那比如说两个槽你就可以都可以顾及得到 那还有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清洗厨房的时候 它也可以拉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做一些水的一个清洗的工作 那这个东西的它的那个需求就是这样 喷枪在欧美厨房是很常见的水槽用品 但是由于国人使用习惯不同 在国内并不常见 其实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不必先关水龙头再开喷枪 在装置时已经有一个切换法零件连接在喷枪上 开启喷枪的时候 切换法会自动关闭龙头本体的出水 关闭喷枪时 切换法也会让水龙头再自动流出水来 当我原本开水 那原本这只水龙头它在出水 当我使用喷枪的时候 它里面的调节法 它会去马上切换成从这边出水 这边就会关掉 你不用再去做什么开关 去把水龙头的本体给关水 那放开之后 换喷枪这边的水停止了 那原本水龙头这边的水就会继续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在 无论是在使用上在安装上 它都能够达到一个 就是让使用者它非常的轻松方便 不用再去做一些额外的动作 那在厨房这一个非常 你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是非常混乱 会非常慌忙的时候 它就会替你节省了许多不便的因素 超运系列采用电镀银的基本色 干净清新 很容易和一般的主工空间做搭配 而依照使用场所和功能不同 有分离式单把手 双把手 以及可以选择是否要搭配灯枪 让各种年龄层的使用者 在操作上都能觉得简单又省力 你不要小看这只小小的水龙头哦 盛泰公司可是水龙头设计大奖的常盛军 这一组小时代charming厨房龙头 不但在台湾有专利 还拿到了欧盟 美国跟大陆的专利 得奖记录还包括了2010年的德国IF设计奖 2010年美国芝加哥设计大奖 今年度入围德国联邦政府设计奖 还有今年的台湾精品 那么它之所以可以这样子的战功标柄 不只是因为它好看又好用 还有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 就是可以自己动手就下去安装了 连像我这样子不会公益的女生哦 我只要看了说明书 我就可以step by step的 把它装进了我们家的厨房 家庭用品DIY在国外一直很普遍 近年在国内才风行了起来 DIY柜子 DIY家具 难道水龙头不能DIY吗 当然可以试试 有了这个想法 谢永玲开始测试 终于做出了巧时代的第一套 自主DIY水龙头 简便的程度可以说是国内的创举 有了这套插名厨房龙头 要装修 女人不必再仰赖男人 男人也不必再看水电工的脸色 这个把手它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法体 一个本体的法体 那一个就是只有把手的一个操纵的部分 那它分成两个部分的用意就是说 使用消费者要买回去之后 他只要先将这个这个法体 先组装在墙壁上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 只要把这个把手盖上去 锁紧 就可以用了 消费者安装容易 对于产品好感度会增加 品牌价值自然也跟着增加 设计之初 研发团队花了不少精神 要让产品能好组装 要能搭配喷枪 也要让未来同类型的产品 能够共用大部分的零件 不让消费者花云往前 最后研发出模组化设计 把复杂的结构都藏在主体内 在结构方面是非常伤脑筋 因为它跟一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说照原本的一个本体 在一支输水管 是分开来独立作业 那就可能没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 那刚才讲到这一组 它为了让整个的线条更为干净 所以将结构都隐藏到里面去 所以它是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 我们必须重新的去做一个模拟 甚至是把整体的比例都要重新抓过 那像它本体看起来 其实它看起来是跟一般的水龙头的 那个粗细度可能是差不多的 但事实上我们为了 为了能够把很多的结构 复杂结构藏到里面去 就是在不论是在一开始的构图上 或者是后面的制造上 都是一直经过反复的测试 来达到一个我们最想要的一个平衡点 绿色设计也是特色之一 一体成型的龙头方便清洗 减少清洁剂的使用量 降低污染环境 铜制的本体 未来换掉时可以高温溶解 就能变成原料在使用 不会制造污染 龙头内装了省水装置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也省下消费者的荷包 消费者算盘打得金 买东西都希望物超所值 盛态在制造生产时 使用CNC加工 减少成本并且提高产量 减少不良率 同时巴士龙头当成精品 设计出的东西很有国际观 在国内外都可以使用 台湾现在的一个 在生活上的品质 也是越来越提升 那当然在卫浴 或者是厨房这方面 也会开始就是带进这个 像欧美这边 他们的那种使用习惯 像比如说卫浴的空间 越来越大 或者是干湿的分离这部分 那所以说你一定要把 他们这种使用习惯 也列入考虑 那当然就是说 像现在比较提倡的一个 通用设计 你当然要设计出来的东西是 我不管在台湾的市场 或是在国外市场 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不需要说因为 因为比如说我的卫浴空间 安装盖的方式不一样 结果你这套东西 就没有办法用 对 所以当然就是要把各种 可能会影响到的因素 都考虑进去 除了查明之外 圣泰还有几款 精致可爱的厨房龙头 像是这个Lucky Seven 得过德国IF设计奖 以及美国芝加哥设计大奖 它的出水口 左转右转 还可以上转下转 这一组的特色 其实主要是在 这一个出水管的部分 那它的整体 看起来就有点像 一个漆的形状 那它主要的特色 就是在于说 它除了跟我们之前 另外一套设计 就是一样 出水口可以做 360度的一个旋转以外 它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可以做上下的摆动 是前后一个七度的一个论据在这边 那就是说 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撞到 撞到这个水龙头 那你有一个方法 是把它摆到旁边去 那这一套 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你可以把它往上搬 那东西放进去之后 再搬回来就可以 那其实它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说 它出水的一个位置 你可能在竹房 在使用的时候 你可能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它喷太 它下来的水 如果太强 喷太远的话 它容易溅到外面 或者是喷到身上 那这一套它 这一套水龙头 它的特色就是说 你往前搬 让整个水下降的地方 是比较靠近水槽内部的 那它就不会喷到外面 开关把手好小哦 似乎和大大的龙头不成正比 不过就是这么小 你反而会注意到它的存在 其实这个把手会设计这么细是 当我们在它的结构上 是有用比较坚硬的材质去制造的 那所以不用担心说 它在使用的时候 会有断裂的情形 那只是为了 其实会故意做成这样子的方式是 说它为了去凸显它开关的所在 因为它的本体是 看起来是比较胖胖的一个圆形 那把手细的时候 在视觉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你就会去容易注意到 这一个开关 而不会说我整个在要使用的时候 不知道开关在哪边 这是一个用意 考虑使用环境的不同 设计师也会选用不同指材 像是温泉区水质偏三性 采用不锈钢比较能够耐热以及耐酸 而厨房用龙头的共同特点 就是出水口高一点 让操作者好使用 像这一套它也是在厨房使用的 所以你看它的出水口它会特别的比较远一点 因为整个槽它所 整个洗涤槽它的范围会比较大 那我们这一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它在材质上它是使用不锈钢的材质 那它的特色就是说 它是出水管可以做一个360度的旋转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一套它也可以搭配喷枪来使用 那喷枪也同样是用不锈钢的材质去制造的 它也是就是说我们开水 这边水会出来 那启动喷枪的时候 它里面的切换法就会把水龙头的水给关掉 变成喷枪这边出水 那放开喷枪开关的时候 那就会水会再恢复到水龙头的出水口 这么多不同的水龙头 谢永玲说 每一次设计都像是艺术创作 不但要现在很好看 过了三五年后再看 还是觉得很棒 值得欣赏 这才叫做经典